又一次是通过点球这样一个方式 淘汰了北京国安 晋级到了足鞋杯的四强 这个时候什么感受 14年赢过一次 也是点球 是在老公体 这次在新公体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赢了 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吧 开心的 虽然现在进到四强之后 目标肯定还是冠军对吧 对于足鞋杯来的 一场一场踢吧 我觉得 因为下一个队友是谁 我们不知道 大连人 那希望能进决赛吧 我看到你在你的 这个球门旁边的毛巾里头 是有一张纸条 上面应该是做了 很详细的这样的记录 今天有哪些是提示到你了 基本上都对了 然后有两个他们换了 就是那个子明那个踢了中间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谁踢我 我忘了猜错了那个是因为 单子上没有他 准备工作可以再详细一点 也不是 因为他们都没拔过点球之前 所以说没有找到 在你心目中是不是一旦踢到点球 你觉得你们的胜算就很大呢 基本上吧 70%以上吧 我觉得 因为我可能 对于国安的球员来说 压力更大一些吧 希望你一直这样自信满满下去 对啊 Tur mesmo 对了 全都没ं 对了 空转眼 用诞� Bai